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游局游行到加以納的死亡地点 昨晚的同样时间 在马哈顿中城区也有抗议加以納案判决的行动 抗议人士表示 他们是利用社交网络来组织游行的 而纽约州州长葛毛就有对此发表 会为少数族裔在刑事司法系统上作出改革 但葛毛说暂时不会在这个月底的特别立法会议推行 他表示改革会可能改变州大陪审团的程序 也有可能任命一名特别的检察官执行控告警察的案件 布洛伦一座公寓凌晨发生一宗火灾 造成至少6人受伤 今天凌晨1点钟左右 火势在公寓里面其中一个单位爆出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用了整晚撲灭火势 他们还在调查起火的原因 居民只是受到轻伤 全部已经被送院治理 在上个月被监控录像拍到 在哈林区一间熟食店外放火的疑犯 现时面临中火的指控 警方说上个月17日36岁的Victor就是在监控录像当中拍到的疑犯 警方表示疑犯当时淋了一些二燃液体在熟食店的窗外 之后点燃液体后逃去 警方说当时熟食店的店员自行撲释火势 事件当中没有人受伤 警方仍然调查疑犯的犯案原因 现时在马哈顿周围都可以见到和用到Citybike 但是市计长施格静就表示 Citybike的单车和单车站都没有接受妥善的维护工作 根据施格静的最新审计 Citybike营运商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都没有妥善的维修过单车和单车站 全部的单车应该每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但市计长说他们没有做到 这样间接令民众的安全受到威胁 这份的审计建议Citybike聘请更多的员工 去保持检查和维修单车和车站的进度 今天在纽约的大主教管区 随着歌声舞蹈和祈祷 标志着瓜达路配聖舞节的结束 这个节日传统要追索到1531年的墨西哥 据说当时圣人Wan Diego初次见到圣母玛利亚 这个日子对于墨西哥和拉美裔的天主教徒都非常重要 但其他天主教社区的教徒说 在世界各地这个日子都很有意义 今天的庆祝活动包括有在圣派翠克大教堂 由书记主教主持的梅沙 而且也有圣火从新泽西送到东城区 再从那里将圣火分派到各区的教堂 在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 张文良大使宣布 首届台美创新工作坊的在纽约成立 将台美商业俱乐部转化为创新合作平台 将台湾发展智慧城市、物联网、云端运算等经验 和美企业交流 推动发展台美产业合作新契机 首届台美创新工作坊 在纽约台北京民署举行成立大会 并针对发展智慧城市的智慧陆建筑 智慧社会安全和智慧交通等 三个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 出席的台湾资策会国际署副处长黄志祥 和宾州商务厅国际商务发展局局长欧宁佑 分别在会中列举产学合作的成功案例 并对未来推动台美科技和绿能合作 关系十分看好 纽约台北京民署处长张文良大使表示 希望台美创新工作坊的成立 更加促进台美产业升级和合作 经济部驻美投资服务处主任林嘉宇认为 今次合作的交流活动开启新的合作商机 林嘉宇并且表示 驻美投资贸易服务处未来将会定期举办台美创新工作坊之外 更加积极地推动台美双方产业跨领域创新合作 期望能够加速台湾的经济发展动能 本台的新闻部已经设立了电子邮箱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 或者是有新闻线索 都欢迎来讯以我们联络 邮箱的地址是 synotvnews at mrti.net 以上就是今天 《华与电视》以新闻的全部内容 多谢您收看 《华与电视》以下